和沈彦舟结婚半年 除了知道她是心脏科有名的专家 别的一无所知 就连见面也都是例行公事一般 每月见三次 月初 月中 月末 但沈彦舟是个很不错的结婚对象 有车 有房 有存款 人长得帅 又讨长辈欢欣 没什么可挑的了 婚姻和爱情终归是不一样 看开了也就这样 月末了 算起来奶奶的药该吃完了 于是我开车去医院找沈彦舟 那 这就是我说的例行公事的见面 到了地方 我熟练地按下五楼的电梯 上个月出差去了 前两天刚回来 沈彦舟还不知道呢 百叶窗没拉 我看到里面熟悉的身影 以及一个身影窈窕 披着大波浪的女人 沈彦舟疲倦地捏了捏眉心 对面的女人忽然靠近亲密的弯腰 我静静看了两秒 随后淡淡推开了办公室的门 沈彦舟正皱眉起身 看到我后明显一愣 对面的女人起身 拿起桌上的病例冲我笑笑 麻烦学长了 但有些地方我还是不懂 下回再约吧 学长医术高明 技术也很高超 高不高超的我怎么知道 无论哪方面我都不清楚 我静静地看着她从我身旁走过 门被关上 从始至终 沈彦舟都对她的邀约不做回应 在我这里 没有明确的拒绝就是默许 你怎么来了 沈彦舟和尚手里的钢笔 眼睛亮亮地朝我走来 把包给我吧 我皱眉后退了半步 空气滞留了两秒 沈彦舟愣了一下 随后嘴角带着笑意 下一秒两道声音同时响起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们离婚吧 沈彦舟抬起眼 定定看了我很久 一双桃花眼 要笑不笑的 有些冷 几个电话打来 她烦躁地一一挂断 为什么 我依旧沉默 离离 婚姻不是二戏 我当初问过你的 你说愿意当我的妻子 在我这里 既然同意了 那就是一辈子的事 如果你因为刚才的事 心里不痛快 我来哄你 我打断她 不必了 离婚就行了 她顿了两秒 自嘲地笑笑 离离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一如既往的狠心 她这话说得莫名其妙 我却不敢苟同 除了当年甩渣男的时候狠了点 其他时候 我不挺温柔的吗 我开口 那要 我先帮你带给奶奶 随后 走到门口又到 你要有空 随时联系我 我们去把婚礼了 沈彦舟没拦我 我自顾自地往外走 就这把 名存实亡的婚姻 迟早要破裂 回到家后 我换好睡袍去泡澡 刚泡了没几分钟 就停电了 我手机放在外面充电 我怕黑 声性就怕 于是我颤颤巍巍站起来去 摸衣服 然而没走两步路 就踩到了地上的泡沫 下一秒 房子里回荡着 我凄厉的叫声 腰扭了 我爹坐在地上 忍着眼泪摸到了浴巾 正要裹上 突然听到了门被打开的声音 我大气也不敢出 生怕是什么入户抢劫的小偷 离离 听到沈彦舟的声音 我也顾不上难堪了 我在浴室 嘶 你先别 下一秒 沈彦舟突然推门而入 他开着手电筒 一脸正直地问我 没事吧 我不着寸吕地站在浴缸旁 他是怕我还不够焦点吗 反应过来后 我手忙脚乱地去捡地上的浴巾 随后又发出杀猪般的叫声 我的腰啊 沈彦舟丢了手机 用浴巾将我裹住横抱起来 我披着松松垮垮的浴巾 两个人的呼吸声一下在漆黑的环境里被放大 无迹可寻 却密密麻麻将我包裹住 寂静之中 碰到的皮肤都灼热起来 我不太好意思地推开它 你离我远些 下一秒 来电了 暖光之下 我和它四目相对 本来就松松垮垮的浴巾 现在正沿着我的腿 往下掉 啪哒一声 世界都寂静了 沈彦舟黑眸越发幽暗了起来 她沙哑着开口 离离 你说要离婚是吗 我愣愣点了点头 那现在呢 我仍旧点点头 她解开西装袖口 又松了松领带 捏住我的脚踝 一步步逼近 温热的气息撒在我鼻尖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她的稳密密麻麻 落在我刚洗完澡的皮肤上 突然小腹一疼 我推了推正在信头上的她 沈彦舟 我大姨妈来了 沈彦舟抬起头 眼里充满了难以置信 她常常叹出一口气 任命般拿浴巾给我裹好 然后将我抱起来 床上果然出现了一抹红痕 她没脾气到 李李 你要玩死我吗 这男人今天不对 随后她把我抱到浴室 洗好了叫我 或者 我就在这等你洗好 我拼命地摇头 沈彦舟 你正常点 咱们马上要离婚了 她坐在我放衣服的椅子上 语气完未到 那离婚前 我得尽一下丈夫的责任 你说是不是 是你个大头鬼 晚上睡觉的时候 她不由分说地 把我捞到她怀里 怎么都不撒手 在我要挣扎的时候 她大手轻轻揉我的腰伤 热热的 粗力的触感 还挺舒服的 姑且随她吧 一连几天 我腰伤请假 沈彦舟也难得空出时间 中午回来 给我做顿饭 那天中午 我准备好了结婚证 默默放在餐桌上 以表示我离婚的决心 沈彦舟回来 淡淡看了两眼 然后拎着菜进了厨房 四十分钟后 她朝我喊道 过来吃饭 挣扎了三秒 我回应 来了 饭桌上 两个红本本 被垫在砂锅下 当隔热点 她自顾自给我夹菜 直到我碗里堆不下 我低头吃着 不理她 沈彦舟轻轻开口 离离 我埋头苦吃 不去看她 知道你还在生气 昨天那个是我学妹 刚从国外回来 她父亲曾经是我的老师 亲自拜托我 带着她学习历练 别生气了 好不好 她态度真诚 可我仍有顾虑 那你们以后会经常在一起 你如何向我保证 你们之间不会擦出火花 她突然看向我 语气坚定 离离 我和她不可能 之前的事 是我处理不得当 叫你受委屈了 以后我会改正 所以 再 给我一次机会 好不好 我看了她许久 最终点了点头 沈彦舟想好好和我过日子 那就好好过 我不亏 一周后 我好得差不多了 沈彦舟奶奶打电话 叫我们回去吃顿饭 沈彦舟说 晚上九点来接我 然而到了九点 沈彦舟的电话又打不通了 过了很久很久 我自己开车 先回去陪奶奶了 刚下车 手机里就收到一则 陌生短信 李小姐 学长手机没带 她现在和我在一起 随后附了一张 沈彦舟的侧脸照 也希望你识去 沈学长和你不是一路人 我们才是最合适的 我们能一起讨论医学难题 你们呢 有聊天的话题吗 最好早些认清 你们终究是要分开的 不属于你的 不要贪心 那角度 一看就是偷拍 给我整笑了 正要回怼 沈彦舟奶奶走出门 亲切地拉起我的手 问道 李李 小周没和你一起吗 我笑着摇头 她忙吗 我来陪您 您不会不喜欢吧 奶奶喜欢你呀 都到齐了 快进来吃饭 我默默把手机关机 家宴上 我坐在奶奶身边 既要敬酒 又要应付七大姑八大姨 从始至终 我身边的位置都是空的 沈彦舟没来 一个多小时后 奶奶接了通电话 小周啊 你说李李呀 在呢 就在我身边呢 奶奶示意我接电话 我压着尾去问她 怎么了 等我 我很快就到 嗯 好 我淡淡挂断了电话 又埋头吃起饭菜 蠢男人 不一会儿 门被推开 沈彦舟和我四目相对 静止走到我身边 我来晚了 我摇摇头 不晚 一切都还不晚 平时沈彦舟忙得很 这算是结婚后 第一次她也出席的家宴 婚礼上没灌她的酒 都积攒在此时 沈彦舟端起杯子 来者不拒 一杯接一杯地喝 最后耳尖红红的 家里的亲戚 一个个离开 临走前 不忘朝沈彦舟喊话 小周马上三十了 也该要孩子了 小周啊 要加油咯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出来 沈彦舟笑着说好 私底下握住我的手 眼睛亮亮的 呵 她还有脸碰我 人都走了 最后只剩我们祖孙三人 沈彦舟耳尖红红地 趴在我肩膀 我也喝了酒 大半夜的 家室回不了了 最后奶奶笑着开口 二楼小周的房间 一直留着呢 你们回来之前 我还打扫了一遍 今晚就住下吧 我看着脸 埋在黑色风意下 已然熟睡的 沈彦舟 最终点了点头 奶奶看了我们一眼 笑着打开了 二楼的灯 早些睡 您也去休息吧 我扶起沈彦舟 跌跌撞撞往二楼走 她抓着我腰上的毛衣 声音轻轻喊着 老婆 老婆你个大头鬼 这是不讲清楚 老婆就成前妻了 推开门 沈彦舟倒在床上 我打亮着她的房间 很简洁 书桌上放着她 小时候的照片 和高中毕业照 墙角还放了一把小提琴 我将她放在膝盖上把玩 琴身满是刻痕 像是主人发泄般的 想摧毁她 这把琴看起来 价值不菲 她让我想起了一位少年 我将她放在书桌上 一抬眼又看到 放在书架最上层的小盒子 打开后 我愣在原地 一张资助证明 一张汇款单 还有一张被撕碎的照片 照片上 少年腼腆温柔地 站在讲台拉小提琴 我记起了那张青涩的脸 是她 几年前 我和钱 男友分手 死渣男偷偷转移我的财产 我一气之下 把他转移的钱 全部拿来自助贫困生 当时抱着宁闻玉碎 不为瓦权的心态 砸了一百万 说起来 我也见过沈彦舟 他高一那年 我读大二 作为爱心资助人士 受邀去参加他们学校的庆典 可那天晚上 我撤资了 校长问我原因 我站在窗外 指了指少年手上的琴 语气淡淡道 你觉得他缺钱吗 他手上那把琴 价值不菲 纯手工的 每个几万拿不下来 校长哑口无言 我随后就离开了 一百万被我拿去 自助山区里的孩子 后来又了解到 沈彦舟是家道中落 可一百万早已捐到了山区 于是大学四年 我只好省一点出来 作为沈彦舟的学费和生活费 不过他并不知道是我 我沉默地看向那把小提琴 沈彦舟忽然坐了起来 眉眼温柔地望向我 老婆 思绪被拉了回来 沈彦舟把我拉到怀里 声音轻轻地跟我道歉 对不起 今晚上很忙 牵着你的手敬喜酒 是我想了好多年的痴念 他低声笑起来 我愣了一会儿 随后重眉推他 别跟我装傻 沈彦舟 你跟我说清楚 不然 这婚必须离 你个不懂截身自号的男人 他停顿了几秒 眉卓言努力理解我说的话 随后双手掐住我的腰 将放到他腿上 谁跟你说我不截身自号了 呵 我翻出手机短信 自己看 得 他这样子 哪里能读懂文字啊 我清了清嗓子 正要替他读出来 他却将头埋在我发丝里轻声道 我没有 我今天确实去了老师家里 也见了他 但是为了医学上的课题 老师有个规矩 去他书房讨论学术的时候 不能带手机 要留在客厅 我给你发微信了 也给你打电话了 可你好像把我拉黑了 想起来了 不是好像 上次出差回来 就把他拉黑了 我撇撇嘴 一切都明了起来 那好吧 我原谅你 他却不依不饶起来 翻身将我压在身下 攥着我的手腕 一字一顿道 我不原谅你 你说走就走啊 凭什么 最后 他攥着我的手腕 语气发狠道 我好不容易把你弄到户口本上 离婚这件事 除非我死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他这么坚定的选择 故而心跳漏了两拍 你表态 说以后再也不提离婚的事 他手上的力道有些大 我穿的短皮裙 使劲扑腾 不知道踢到了哪 沈彦舟慢慢清醒过来 眸子悠悠地看着我 大姨妈走了 来劲了是吧 爱情方面 我向来不喜欢处于弱势的那一方 于是我指了指那个黑盒子 笑得一脸无害 沈彦舟 你当年可都是喊我姐姐的 她愣了一瞬 随后勾着我的脖子靠近她 语气不善道 姐姐 好啊 姐姐 咱们得算算账 神什么算什么账 我有些紧张 先是你对婚姻的态度 以后无论大事小事 只要生气了都可以和我说 我不会叫你一个人生闷气 请你相信我 但是以后不许再说离婚的事 两个人能在一起 本就不易 我想和你好好走下去 也请你不要轻易放弃我 可以吗 我点点头 她轻轻嗓子 在说以前的事 聊拨完就跑试 怎么个事啊 我愣住了 聊拨她 怎么可能 她那个时候还是个高中生 吧 沈彦舟提醒到 你当年可是一口一个沈老师的 想起来了 我心虚到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你消消气啊 七年前我撤资后 本以为我们再无瓜葛 可世界真的好小 她大一那年 成为了我弟的家教老师 少年长开了 眉眼精致 身形挺拔 只是更加沉默寡言 整个人疏离又冷淡 和当初台上腼腆 却带着笑意的小少年 相差甚远 所以我没认出她 而那个暑假我被我爸妈勒令回国 理由是我弟马上高三了 暑假得有人看着他学习 于是家里就剩下 我 我弟 沈燕舟三个大眼瞪小眼 那个暑假 我对白白净净 气质又很冷淡的他 十分感兴趣 各种撩拨 各种表白 可他依旧不喜欢我 还刻意疏远我 好吧 那时候我觉得 二十岁的沈燕舟 明晃晃地讨厌着 二十三岁的李李 可以说是厌恶至极 所以借口追人未遂需要疗伤 我从我爸妈的眼皮子底下 溜到了国外 再别就是七年后 他已然褪去青涩 一身高定西装 气质金贵 我忽而想起相亲的时候 他金贵淡然地问我 李小姐曾经有没有过喜欢的人 一众相亲对象里 他是最后一个 也是叫我清新的 窗外下着小雨 天色阴沉地吓人 我谨慎地斟酌到 几秒钟的心动肯定有 但喜欢还不至于 所以他那时冷笑一声 语气凉薄激进激讽 那李小姐的心动 可真廉价 他摘下金丝眼镜 扯了扯领带 啪击一声 头顶的灯被他关了 他的手抚摸上我的耳朵 手指一下右一下地揉黏 我的耳垂 摸耳朵这事 是恰到好处的距离 足以叫人溺死在他的眉眼里 像是浪花轻柔轻吻礁石 可下一秒 气势越絮越足 他声音沙哑地不像话 离离 光道歉没用 随着话音落下 他似乎蓄积了千军万马的气势 千浪积时 水滴时穿 一夜无眠 第二天奶奶上楼催促我们吃早饭的时候 沈彦舟用被子将我裹得严严实实 救命 被长辈撞见光溜溜的肩膀 一定会被猜到吧 我红着脸埋在被子下 沈彦舟低声笑了笑 好 奶奶 我们马上下去 奶奶笑得比往日开心多了 哎 好好好 不过也不着急 你们慢慢来 慢慢来 直到奶奶下楼了 我才红着脸从被子里钻出来 忽然和沈彦舟对视上了 她眉眼含笑地望着我 我正要转开脸 她捏了捏我的脸 半路锁鼓声音沙哑喊我 老婆 我 足 溺死在沈彦舟的男色中 沈彦舟不遗余力道 老婆 我今天晚上能早点回来 我 足得透透的 缓了好一会儿 我拍了拍自己发烫的脸 才去洗漱 饭桌上 奶奶发自内心的合不拢嘴 虽然老人家什么都没说 但看破不说破的眼神 我真的会害羞 一顿饭 我几乎将脸埋在碗里了 饭后 沈彦舟带我回家 刚到家门口 老板就给我打了通电话 他又要我出差 不知道 人家刚过上蜜月班的夜生活吗 挂断电话 我愧疚地望着沈彦舟 你可能要守一段时间空床了 我得出差 沈彦舟常常叹了一口气 随后开门进了房间 要多久 我低声道 两周 他转身进了房间 就当我以为这男人生气 正要进 乌哄哄 却发现 他拉出角落里的粉色行李箱 将我常穿的几套衣服 一件件叠好 放进行李箱 放好后 又走到我的化妆台 清晨的阳光 洒在他侧脸上 和骨骼分明的手指上 此刻他退下所有的疏离 就那么静静地站着 将我常用的护肤品 按我护肤顺序一样样 放进化妆包 我一时有些看呆了 直到他拿着一个黑瓶子 看向我 离离 这个你快用完了 我愣愣回他 哦 没事没事 我到地方再去买一瓶吧 他从抽屉里 掏出一盒新的 边拆包装边说 那就带这瓶新的吧 什么时候买的 我缓缓走到他身边 戳了戳他的腰 你什么时候开始 对我这么上心的 他低头将那瓶面霜 放进化妆包 又拉上拉脸 从娶你的时候 我撇撇嘴 手上加大了力道 继续戳他腰 当年说不喜欢我 转头又娶了我 婚后还对我一副 生人物尽的样子 你确定真的喜欢我 而不是想报复我吗 他捉住我的手 感慨到 我不会和女孩相处 也不知道怎么讨你欢心 凭我的直觉 加上对你的了解 刚结婚就对你表露爱意 你大概率会被吓跑 到时候跑到国外 又会让我等七年 七年时间不是等不起 而是人生没有几个七年 人的一生不算太长 我格外想留你 在我身边 娶你 是我做了要交付余生的决定 我眼睛有些酸 轻轻点点头 沈彦舟 那你七年前 为什么要拒绝我的表白啊 离离 我也有自己的自尊呀 抛开一切不说 你那个时候 不是真心实意喜欢我的吧 确实 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打算开始一段长长久久的爱情 我看着她的眼 轻声道 沈彦舟 对不起 她摇摇头 轻易地抱住我 温柔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 离离 没关系 只是 以后别再想着和我离婚就好 我心里猛地一颤 老公 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 我以后把欠你的七年时间补偿给你 她拉开了些距离 带着笑意道 哦 你要累死我吗 啊啊啊 大白天的 她说的是什么话呀 在她眼神不对劲的时候 我及时喊停 不行不行 你别过来了 我现在就得去机场 她压下眼里的欲望 无可奈何地 在我额头落下一个吻 那就等你回来 刚下飞机 沈彦舟就给我打个视频 视频里 她正吃着饭 我眼尖地看到米饭是一块一块的 你这饭都放多久了 都凉了 她边笑边往嘴里送 上午刚做完量肠手术 有些耽误了 我心里很不适滋味 那你好歹加热一下吧 你这样对身体不好 她笑着盖上了餐盒 语气略带哄片的意味 好 下次一定加热 正说着 突然有个穿冲风衣的帅哥喊我 你好 是理解吗 我是公司派来接你的 我愣了愣 正疑惑她 怎么认出我的 帅哥笑了笑说 哦 我实习那会儿 听过你的演讲 我是你的头号粉丝 沈彦舟咳了两声 饶有兴致地挑了挑眉 理解 你在外面还有多少个弟弟 还好我戴着耳机 我红着脸解释 没有的 帅哥自然而然接过我的行李箱 理解 咱们走吧 我跟在他后面 车上 他细心地问我 理解 不冷吧 我下车的时候没熄火 空调暖风一直开着的 我边解下围巾边客气道 谢谢啊 挺暖和的 没事没事 其他人才没这待遇呢 谁叫你是李姐呢 哈哈 沈彦舟悠悠道 谁叫你是李姐呢 我轻轻嗓子回帅哥 那 那你人还挂好的嘞 小帅哥一下子打开了画匣子 李姐 没想到你这么随和 甚至有点可爱 我及时挂断电话 干笑了两声 我们这边有不少旅游景点 还挺有意思的 您要是有需要 我可以带您转转 不麻烦了 还是先忙工作吧 那行 您想出去转转了 就喊我 我随叫随到 一连几天 我都忙得昏天黑地 沈彦舟有时候给我打视频 我也接不到 等到我忙完了 算起来正是他睡觉的点 医生那么辛苦 我巴不得他多睡点觉 肯定不舍得打扰他 所以我们基本处于失联状态 原本预定的两周出差时间 一下子又拉长了战线 甲方爸爸话说的比谁都客气 谈起合同来 主打一个油言不尽 笑面虎一个 沈彦舟等不及了 等我接通他的视频电话时 他都已经落地我出差的地方了 我放下手头快收尾的工作去接他 你这么忙怎么来了 沈彦舟无奈地笑笑 你都忙糊涂了吧 快过年了 我来接你回去过年啊 我惊觉 这么快的吗 一年都要结束了 我一向没有看日历的习惯 日期在我这儿不太重要 那你今年有多久的年假 沈彦舟将我的手包住 放进他的大衣口袋 放心好了 半个月有了 我疑惑到 啊 你不是最多一周假吗 他笑了笑 老师不是叫我带学妹历练吗 我把手头上的事都交给了他 包括值班 有些解气 那你老师不会说什么吧 哦 说了 他说师妹心高气傲 就要做些这样的小事 好好摸摸他的心性 我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这老师还挺了解自家女儿的 当晚 我本来打算带沈彦舟 正儿八经的吃顿晚饭 因为我觉得 沈医生应该不会喜欢烧烤 麻辣烫 肥肠和啤酒 破天荒的 他打开地图 找了一条小吃街 我一脸迷茫 沈医生 你不是最讨厌这些了吗 他笑了笑 还行 你不是最喜欢这些了吗 我点点头 心里却好奇 他怎么知道的 于是我们最终去了夜市 人潮拥挤的小吃街 弥漫着热气腾腾的香气 我们接地气地买了烧烤 卤味和小龙虾 冬天的小龙虾 不肥还贵 但总馋那个味道 顾儿也买了一些 回来遇到一家超市 沈彦舟说 要进去买两瓶水 可我分明看到 他在收银台那个地方 多站了一会儿 手上还拿了一个小方盒 都是成年人了 不会不认识那个 我脸上瞬间火辣辣的 要是有镜子的话 我估计我的脸 跟那煮熟的小龙虾 都一个色好 我将半张脸缩进毛衣里 沈彦舟出来的时候 我还可疑地往下钻钻 电梯里 沈彦舟盯着我耳朵发问 李李 耳朵怎么这么红 冻的吗 他伸手去摸我的耳朵 冰冷的触感 叫人不由地缩了一下脖子 他轻笑一声 颇有些异味深长 一回酒店 沈彦舟看着我凌乱的房间 没心直跳 他愣了好一会儿 才接受他头顶上 对我挂了七八条小裤裤的事 五颜六色的小衣裳 就那么挂在空调底下 随着空调风的吹动 就像采旗一样 飘啊飘啊 我红着一张脸 小声解释 总不能不洗吧 天那么冷 洗了很难干 我只能在这挂着 他也余地看了看我 没事没事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迎冰挂的采旗呢 哪来的冰客 这丝又在调戏我吧 我 愤恨地钻进浴室 打算洗个澡 冷静冷静 洗完后 我扎了个丸子头出来 沈彦舟把吃得摆好 放在桌上 矿泉水被他丢到热水壶里 加热一会儿 温温热的时候拿出来 他拿了衣服去洗澡 我打开投影找了个好看的电影 屋内暖灯亮着 电影正在播放片头 桌上摆放着我爱吃的美食 真的有种家的味道 不得不说 我还是很贪恋这种温馨的 不一会儿 他穿着睡衣出来了 靠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电影正片开始的时候 他戴上手套 开始给我包小龙虾 像大多数女孩子一样 我也开始对你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这种话题感兴趣 沈先生给出的回答 一如既往的好笑 他不慌不忙地将小龙虾 放进我嘴里 轻声道 大概是你前男友 找你复合的那段时间 他说的是 他给我弟做家教的时候 深夜 某女子去车直奔烧烤摊 回来的时候 左手拎着两盒小龙虾 右手捏着一只小龙虾 喝得烂醉 坐在家门口 那个时候 他就住在我家里 你当时看到我后 拽着我的裤腿问我 小龙虾怎么那么麻烦 包得人手疼 我就问 那你带这么多怎么吃 某女子傻乎乎地 将右手的龙虾 放进嘴里嚼了起来 还挺骄傲地说 山人自有妙计 就是有点废嘴 我脑海中突然有了画面 救命 我真的会尴尬死的吧 我怎么记得当时 还用嘴笨拙地 给他啃了一个干净的龙虾 问他吃不吃 好像被无情推开了 拒绝后 我又哭又闹 呜呜呜 又是一个渣男 在家里摆着一张死鱼脸 在外头又瞪着一双死鱼眼 呜呜呜 这日子怎么过呀 我撇了撇嘴 看着眼前人 沈先生 这么温馨且浪漫的时候 就别说我的丑事了 你好不解风情的 他凑过来亲了亲我的脸 李小姐 我的意思是说 我那个时候 就开始喜欢你了 这么早的吗 李李我可真不错 好一会儿后 吃饱喝足 我去竖了个口 打算回去继续窝在他怀里看电影 刚出门就被沈彦舟横抱起来 李女士 夜深了 她又用粤语轻声道 要粉作你 电影最后放着男女主重逢的戏码 我很后怕地想 倘若这世上没有那么多的久别重逢 和破镜重圆的戏码 等待的那个人会一步步溺死在无尽的等待里吧 然后由满心期许变成心如死灰 最后结婚生子了却这短暂的一生 光想想就难受 我紧紧抱住沈彦舟的腰 幸而这世上的月老是心软的 将手上的红线牢牢系在我们万间 兜兜转转这么多年 我们又回到了彼此身边 翻外 李小姐聊夫记 大家还记得上文中提到的 聊播沈彦舟的是吧 不装了 我确实干过 大约是在七年前 我弟高三 沈彦舟到我家给我弟当家教 我爸妈忙着生意场上的事 无法亲自监督 于是我被勒令回国 回到家的第一天 因为时差问题 我睡得昏天黑地 大概六点半 我被一阵门铃声吵醒 李浩那小子睡得跟死猪一样 电话都打不通 我揉了揉眼睛 踩着拖鞋往外走 门打开后 我瞬间瞪大了双眼 救命 在国外那么久 我见过的帅哥也不少了 眼前的沈彦舟 却叫我眼前一亮 骨骼分明 有种很迷人的气息 尤其是那手臂和脖子 轻筋抱起 看起来很有力量 男孩子的脖子和手臂有劲 真的帅死了 我笑弯了眉眼 你好啊 少年抬了 抬黑色鸭舌帽 声音清冷 你好 我是黎叔叔请的家教 他顿了顿 又询问 没问题的话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补习了 反应过来 我笑着拉开门 小弟弟 姐姐虽然看着稚嫩 但可不是你的补课对象哦 你得喊我姐姐哦 回国前 陈女士和黎先生 强烈要求 我把头发染回黑色 此刻又没化妆 肃静着一张脸 看起来确实蛮乖的 她垂下眼 我此时正穿着性色丝绸 吊带睡裙 阳光下 白的刺眼 姐姐 沈彦舟别扭地又抬起头 正好撞上我含笑的目光 她立马转开视线 却可疑地红了耳朵 往后的日子 我时不时 借着给黎昊送水果 送水 送饮料 送坚果 悄悄看一眼沈彦舟 主要是 我老爸老妈 勒令我在家好好看着黎昊 我哪有机会看外头的美色 眼前的沈彦舟 清纯男大 身高185家 身上带着淡淡的疏离和高冷 反正我是看对眼了 来来来 一个小时过去了 可以休息一下了 沈老师 你吃点水果 李昊那个憋宅子 嘴里没个把门的 见细细地提醒沈彦舟 沈老师 我姐这可是看上你了 细数我历届姐夫 就没有和她在一起 超过三个月的 沈老师 你可别被我解人出无害的样子 骗了 我丢下果盘 小兔崽子 我真想今天把你炖了 小兔崽子懂什么呀 我倒是想谈一份 长长久久的爱情 结果呢 不是被人骗 就是正在被骗的路上 人不是看中我的钱 就是看中老黎的家产 这些男的不分手 留着过年吗 沈彦舟静静地 看着我们拙劣地玩闹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我突然觉得没意思 收起要打离号的手 轻声道 你说得对 沈老师可别被我骗了 沈彦舟难得抬头看了我一眼 第二天 沈彦舟请了一天假 我无所事事一整天 第三天 沈彦舟依旧请假 一直到第五天 我看了眼在沙发上 晃着二郎腿 躺得不成人样的离号 最终没忍住 揍了他一顿 来 把你沈老师的家庭住址 给我写下来 否则老黎和老陈问起来 我就说你躺了一星期了 事居然是一提没动 离号声音闷闷闷的跟我谈条件 可以是可以 那你带我一起去 带他 爱是不带 他扭扭捏捏解释 带着吧 带着吧 沈老师住的地方很偏远 你一个女孩子 不安全 随后我开车带离号找沈燕舟 离号确实没说错 沈燕舟住的地方很偏 很破旧 也很乱 我在一条狭小的小路里 七拐八拐 头一回知道 魔都还有这么破旧的地方 终于 在滴恩次急刹车后 我没忍住询问 离号 你沈老师家 至于住在这地方 这么远 你确定他每天 都从这来给你上课 离号收起手机 有心严肃地看着我说 是啊 单向行程都要两个多小时 刚才你也看到了 有很长一段路 是没有公交车的 也就是说 他至少还要不行 一个多小时 我沉默了 离号继续开口 所以呀 老姐 你放过沈老师吧 我皱了皱眉 没再说话 最终 我们在狭小的出租屋里 见到了沈彦舟 他病了 家里只有他一人 我伸手摸了摸他额头 烫得吓人 沈彦舟费力睁开眼道 你怎么来了 我撇撇嘴扶住他 来救你呀 沈老师 离号把他扶到车上 我开车送他去了医院 自那之后 我就和沈彦舟商量 补习期间住在我们家里 结果 他就没看了看我 好像我不怀好意似的 不用麻烦了 我换了个说法 那好吧 我每天接送你 这可以吧 他没回答 背上书包准备回家 晚上九点半 公交车早就没了 我拿起车钥匙朝他背影喊 沈老师 我送你呀 他在副驾驶疲倦地闭上了眼 等待红绿灯的时候 我伸手对他的眉眼 越越于世 他忽然睁眼 捉住我的手 胸狠道 离离 别枉我了 我朝他眨巴着眼 你不试试 怎么知道 我不是真心的呢 他叹了口气 有些严肃地对我说 我很清楚对于你而言我算什么 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车上的气氛有些冷了下来 我若有所思地握着方向盘 直到沈彦舟推门下车轻声道 谢谢你 以后不用这么麻烦了 我笑着朝他挥手 好 明早上八点 我准时来接你 他愣在原地 我打方向盘掉头 车屁股蹭到了电线杆子 你小心点 我探出头 你担心我呀 他有些局促地压低压舌帽 我按下车窗 朝他挥手 再见 沈老师 明天我来接你 后视镜中 他抬眼一直看着我的车离开 然而第二天 我爽约了 理由是 我给密凌晨五点进了医院 据说是痔疮裂了 大出血 他在这地方 也只认识我一个人 那我肯定得去呀 沈彦周那边 我只好叫了专车去接送他 下午两点 他吵着要出院 医生查看了他的情况 简单交代一下 也就同意了 我打算回去拿两套衣服 陪护他几天 顺路就把他带到了家里 他在楼下等我 一进门 沈彦周沉着脸坐在客厅 李浩在房间写诗卷 给密大声催促我 李李 你快着点 我这儿离不开人 我在沈彦周的住室下去了 二楼拿衣服 下楼时 经过李浩的房间 我小声道 那个 我去我朋友家住几天 他刚做了手术 离不开人 沈彦周 批改卷子的手一顿 卷子上出现了长长的痕迹 偏他什么都不说 叫人心里发毛 李浩朝窗外伸头看 是个男的呀 友情提示哈 你再不出门 他就扭着屁股进咱们家门了 我皱了皱眉 行 那我走了哈 自那天后 我在微信上找沈彦周解释 然而一点回音都没有 两天后 我再也坐不住了 驱车去沈彦周家 那天晚上 月亮明亮的吓人 明晃晃地揭露着我们之间的边界 沈彦周穿着黑色短袖 头发微干 站在月色下 晚风吹动他的发烧 他整个人都透着疏离和冷淡 开口说的话也那么冰冷 离离 就到此为止吧 我们不合适 他顿了顿继续说 下周的课上完我就会离开 我轻声喉了一声 说实话 我并不难过 只是胸口有些闷 那就点到为止吧 我笑着点了点头 可以 以后我们桥归桥 路归路 沈彦周 我好像也没那么喜欢你 我转身钻进车里 他抿了抿唇 最终上了楼 当晚 我连夜收拾行李 黎昊早就朝我爸妈打过小报告 说我看上他家教老师一事 这下好了 我借口追人未遂 需要疗伤 连夜出国 走的时候 居然意外地哭肿了眼睛 李昊送我坐上出租车的时候 反常地问我 他欺负你了 你干嘛哭成这样 我揉了揉眼睛 钻进出租车 是啊 他就是个大蠢蛋 再别就是七年后 29岁的我被我爸妈勒令 和他们物色的相亲对象见面 然而我在圈内的名声并不好 原因是我留恋于各类男模之间 照片都传回来了 照片里 我正拿着铅笔 丈量金发碧眼帅哥的腰围 但我必须说 那是造谣啊 首先 我是一名设计师 其次 我需要量他们的三围 难免有密切接触 怎么传回来 就是我一个月换十几个男朋友了 流言可畏呀 一众相亲对象里 大都匆匆来又匆匆走 他是最后一个 也是最叫我倾心的 他穿着一身高定 戴着金丝眼镜 头发梳得有条不紊 窗外下着小雨 莫名有些压抑 他端起咖啡抿了一口 眼睛看着外头的鱼 漫不经心地问我 李小姐的事我也都听过 曾经有没有真心喜欢的人 我看着他精致的袖口 谨慎斟酌到 沈先生说笑了 年轻时候的心动肯定有过 喜欢到还谈不上 他眼睛看向我 语气激进讽刺 是吗 那李小姐的心动 可真廉价呀 我愣了愣 他大概误会我是个海后了 我气不过 拉住他的胳膊 沈先生 虽然不知道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但我还是要替自己解释一下 工作需求避免不了 和那些难摸接触 我又不是圣人 几秒的心动肯定有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工作之外 我从来就没和他们联系过 我起身 怒气冲冲地离开 结果被一场雨困在店门口 他握着伞走到我身边 李小姐 我送你 不需要 好 他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撑伞走进雨里 老天 你也太叫我丢脸了 我本以为我们之间结束了 我马尔伦相亲继续轰炸 谁知两天后 他拨通了我的电话 周一 民政局上班 我们领证了 婚后 头一个月见了三次 第二个月我出差 第三个月 他出国学习 算起来 结婚半年 我们都没见过几面 其实七年过去了 我对当年的他 确实没什么印象了 单说名字这事 我确实也怀疑过 我按戳戳地问过李浩 那小子说早就没联系了 后来又试探了一波 沈彦舟轻飘飘地说 重名了吧 我半信半疑 当年的沈彦舟明确说过 不喜欢我 他怎么可能在七年后 又和我结婚 换句话说 等一个人七年 这事 我只在电影里见过 电影里的七年 总是一闪而过 可现实却是每一个日夜 实打实地过着 所以呀 沈彦舟怎么能是 当年的沈老师呢 我是这么认为的 要是我喜欢的人 傻不愣登等我七年 婚后还不明说 我一定一定一定 给他揍死 所以你们要是见到了 鼻青脸肿的沈医生 不要惊讶 李女士干的 沈医生确确实实等了我七年 沈医生翻外 某次受邀 到学校给学生上课 快放学的时候 有个男生站起来问我 沈教授 最后一点时间了 可以问您一个题外话吗 我放下手中的教材道 可以 您真的等了师娘七年吗 这七年您是怎么过的 我点了点头 要说起来 其实七年不到 因为提前半年 我就把他忽悠到了结婚证上 周围一阵起哄 我抬了抬眼镜继续道 其实对于我而言 等待不是一件漫长的事 这可能和我从事医学研究有关 我很有耐心 那七年里我一边攻克医学难题 一边等他回来 算不上难熬 其实我自己都不确定 能不能等到他 毕竟我们之间有太多的不确定 但我能确定一点 他没出现的时候 我没做结婚的打算 其实得知他哭肿了一双眼 出国的时候 我后悔了 可那时候的我 不仅给不了他想要的 连温饱都是问题 他是一时兴起 可我的心绪 却被他扰乱了好多年 周围又有女生问我 教授 那你们之间错过了七年 岂不是没有恋爱基础 我将教材放进包里回答他 确实没有恋爱基础 所以我们结婚后 开始谈恋爱 但是不建议你们这么学我 世事无常 七年时间可以改变太多事 我很庆幸七年后的重逢 他还没成为别人的妻子 后面还有想要提问的同学 我笑着拒绝了 原因是 我看到琳琳抱着女儿 站在教室外 你们师娘还在等我回去做饭 就先下课吧 我接过琳琳怀里的女儿 小家伙胖脸贴了过来 抱着我的脸就啃 小手还一下右一下戳我另一边脸 琳琳挽着我胳膊 兴冲冲地问 你刚刚说什么了 身旁有经过的同学接了话 师娘好 教授刚才在说 等你的七年 琳琳自来熟道 可别跟你们教授学 容易挨揍 那位同学震惊 啊 教授还挨揍了 琳琳言语地看了我一眼 我没揍她 但我生了个小的折磨她 这不 正啃着呢吗 我笑着点点头 揽着琳琳先走一步 到了没人的楼层 琳琳一下又一下戳着我的腰 是不是啊 沈老师 可不是吗 腰上的牙印还在呢 咿呀呀 小团子捧留我的脸流口水 哈哈哈哈 你女儿说是 那就是了 这辈子 她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心甘情愿 我的牙印还在 我尽快